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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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能够可以一起进步 其实吴亦凡这番加盟完全是冯小刚一手促成 在管护导演电影《老炮》中 冯小刚和吴亦凡将有不少精彩对手戏 而对吴亦凡的表现 向来嘴上不留情的冯道也难得温柔 因为你看你们这么喜欢 主要是为了满足你们 主要是我觉得他很努力 然后包括他们这节目组 也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他这个团队不错 他这个团队很低调 就老觉得我们还是新人 所以他不会是合作起来很容易 没有什么 他也很虚心好学 别看这一秒冯小刚夸气吴亦凡来 像个慈父 可问到尖锐问题 冯导一点也不含糊 就是在这个节目中 冯小刚炮轰综艺电影惹出巨大风波 如今有消息称 我看你有戏 也有可能套拍综艺电影 自己任导师的节目 也要综艺电影化 冯导这事您怎么看呢 我肯定不会参加 您不会参加是吧 那您觉得这个 咱们的司力导师 会在这个大电影中 有什么角色的这个分配吗 我奉劝他们不要参加 不然的话 我对他们会不客气的 吐头娱乐 小刚炮又发射了 北京报道